这张机上载着满满物资 8号上午11点28分 平安抵达桃园区张山国小复兴分校 从另一个角度看 数十位受惑民众在旁等待 实在难掩激动情绪 其实我们市府也是赶快 集合所有的一个力量 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派出直升机 当地的居民就是有接受到 这个第一批的物资 至少能够多帮忙他们 能够在生活上 多一些些的照料跟照顾 这是因为点日大雨 重创高雄桃园山区 包括复兴 老夫兰和眉山等三村 在玉碎溪暴涨之后 冲断了唯一条对外联络道路 明北陆桥 让后山居民再度陷入孤岛危机 后面三个里完全是没有电力的 手机的信号网络 也是当机状态 所以他们必须要先把电力抢修之后 民心会比较平安一点 不会有那种口气跟优励 粮食足够的话 应该是还可以 只是说有些洗剩的 或者是重大伤病患的 应该要先撤下来安度 因为要花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才可以打通的样子 可以看到记者背后全是滚滚黄土 那么因为连日的大雨 把土石流就这么冲刷到南横公路上头 而这里就是通往桃园区 后山部落的唯一连外道路 现在也因此受阻了 那么也可以看到呢 背后的甲仙公屋段的工程人员 也在努力清除淤积 当年八八风灾阴影再起 如今施工人员趁着雨势减缓 加坏晴雨脚步 就是希望紧速清出一条便道 希望说道路尽快开通 吸水减少的话 他们会在两个礼拜的时间 做一个刚变的一个桥 让我们进出方便 没想到时隔十二年后的八月八号 桃园区居民再次历经一次严重水患 尽管目前一部分后山居民 已及早下山一清 但仍有五百零一人受困 只盼风雨停歇 并将变道改建为更加稳固的路桥 才可能避免重演风灾噩梦 原市新闻 这次卖许家荣 打给高雄桃园茂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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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